Hello 大家好,我是Aaron 今天我又来到South Gate City 这个项目 除了整个项目的规划之外 我最想带大家做一个实地考察 稍后我会在楼本出发 走路去Sky Train 走路去小学、中学 駕车去Metro Town 究竟是否真的我们说得那么方便 而且进去的时候我会和大家说 每一个的Fall Plan 我是怎样看,Focus应该在哪里 有什么是最适合你们的 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吧! 买楼花我常常都强调的 有三样东西最重要 第一,当然是那个发展商 发展商呢,今次 建这么大的project 发展商是Leddingham & Collister 拥有超过一百年的建筑历史 在BC那里 其实它建过很多的 一个residential住宅的project 比如近期一些的,在Bernaby 有那个Ascala Arieva 但如果你说这些都没有什么印象 不熟悉的话,不要紧 有一样东西一定听过的 如果大家驾车去北温、西温 我们过的那条桥是什么 Lionsgate Bridge 斯门桥 斯门桥就是出自Ledmak的手笔 就是他们的结作 大家都知道那里经常都塞车 这么大的车流量的话 这条桥仍然是压立不到 就知道他们的建筑 他们的材料、手工都非常之不错 第二样东西 买楼花最重要的就是整个社区的规划 或者发展 由我们这一个楼盘 开车三分钟就可以去到Higay Village Higay Village 那里有超市、银行、餐厅 Higay Village的旁边有一个community center 有一个图书馆 有它一个好新的泳池 那开车十分钟就可以去到Metro Town Metro Town 大家都知道 Metro Town是BC省 最大的一个购书馆 所以你可以找到的服务应有尽有 回到自己这里 为什么叫做一个South Gate City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城市 既然发展商这么有信心 说要打造一个城市 他自己的配套一定不少 就算我们刚才我说的 没有那些东西 自己里面都可以自吸自足 在60英亩的地里面 它有自己的街道 有40万呎的一个商铺位置 比如包括银行、餐厅、医务所、美容院、牙医 你想到的都会有 餐厅一定会有 比如说超市那怎么办 不要紧 在自己的公园对面 就是一个屋苑里面 有一个45,000呎的超市 如果 我现在暂时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很有机会可能是 全食品 或者是选择 这种是自然的高级的超市 最重要是社区发展很重要 为什么 如果社区发展发展得好的话 代表市政府肯扔钱下来 市政府肯扔钱下来 代表它 预期到 人口会有一个上升 人口上升自然对房地产需求有的需要 在整个楼盘里面 它自己有一个公园中心 旁边 政府扔70个million 7千万去做一个滑冰场 是两个ring的滑冰场 你知道滑冰是一个加拿大的国家的技能 无论是家长也好 或者是国民也好 都非常重视这件事 你看到这个小区发展的潜力很大 所以现在我们 再提一提就是 我们现在买整个小区 不是第一期这么简单 现在我跟大家介绍的是 第一期的第一栋 ASUA 所以有时有人问我 哪一个floor plan 会比较理想一点 其实没有floor plan 哪一个好不好 这个楼盘 如果你问我 一个这么大型的master plan 是你买到还是买不到 另外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 哪一个 即有一房和两房 究竟我应该买一房好 还是两房好 譬如我想投资一下 或者是之后想做一个 有一个更大的upside potential的话 其实 发展商已经帮你解答了这个答案 ASUA 楼高30层 一梯有9个单位 9个单位里面 只有两个单位是一房 其他全部都是两房 那你们会问 为什么发展商这么蠢 很明显建多一些一房 因为两个一房肯定买的钱 可以多一个两房 为什么他们不敢做 从一个生意角度 其实 发展商在建任何屋之前 他们是有一个特别 这么大型的发展商 他们会有个精算师 去帮他们做一个人口调查 市场调查 市场调查 市场规划 究竟我这个地址 旁边是中学 小学 私校 community center 图书馆 游泳池 公园 有这样的配套 有什么的 目标者最适合呢 很明显 就是 young family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把focus 放在两房那里 如果可以买得到的话 因为我觉得两房的 upside potential 和出租能力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在show room那里 一共有两个示范单位可以看的 有high rise 两房 还有我们可以带大家看 low rise 的一房 high rise low rise 都有两个颜色工选择 上面这个 opulence 代表浅色的系列 其实最大的分别呢 就是那个厨柜 kitchen cabinet 和洗手间的那些柜 一个呢 深色的系列 allure 是柜比较深色 其他所有东西 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的 但如果以我个人来说呢 我觉得allure 是比较好看 因为有个 contrast 现在马上带大家看 就是high rise 示范单位 是plan b 881尺 向东南方向 东南方向就是向着自己 萊花园的景 这个fall plan 有个特点的 第一有个很大的圆关位 另外呢 有个135尺的大露台 来 门呢 是开在这里的 所以这里应该是一幅墙的位置 很多人呢 会利用这个空间呢 摆个bench 穿下鞋 摆个鞋柜 摆个衣柜 摆个衣柜 它本身都有个 双门式设计的衣柜 你看 双门式设计的衣柜 那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客厅 不是powder room 这个是一个full bath 是一个很大的full bath 再来厨房那里呢 一进到来 我会留意到些什么 刚才我不是说过 这个色系呢 是alua的 我喜欢这个alua的色系 因为它有个 稍微深色少少的厨柜 和浅色的地板 做了一个对比 和一个白色的counter 有一个contract 在这里 我觉得是很好看的 这个厨房的洗碗碟机 两个星的设计 五个炉头的gas burner 煤气 包含管理费里面 一个gas的焗炉 好吗 这里看过来呢 是很多储物的空间 很多厨柜 另外我都很喜欢 这个入陷式的微波炉 看得很flash 很clean 给大家看一下 储物的空间 我可以告诉你 每一分每一寸都没有浪费到 毫无死各位 因为做了花生型的Lazy Susan 就这么简单 一轻轻一推 OK 再来中倒的位置 中倒的位置 这里有很多储物的空间之余 这里很深的 可以放一些大一点的 煲、锅 这些全部都是储物空间 全部都是soft closing 有电锅 也带有USB的充电功能 这个很重要 中倒的位置 如果没有电锅 很多时候用起来 就不方便了 而它也预留了一个脚的空间 让你在这里吃个早餐 喝喝东西 对着这边 就是一个2nd bedroom 比较小的房间 我们现在看到这里 是地毯 地毯呢 如果是高高低 地毯是可以做一个 更新的选择 更新的选择 更新的复合地板 或者更新的木地板 这边也是一个向着东南向的 出来的 饭厅、客厅那里 分得很清楚 主人房 主人房 看着露台的位置 这是一个东北的方向 刚才客房那里 看着东南的方向 现在摆了一张 封面的封面 这里就有个半 walk-in closet 半 walk-in closet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组织 也是可以做一个更新的选择 OK 提到更新的选择 提到更新的选择 有三样东西 刚才我说的 就是地板 组织 以及沙窗 然后看看套匙 是一个企缸的设计 整个屋都是用简约封为主 全部都是铺砖的 而砖的颜色 也是一个对比的 135尺的大露台 可以把六人台 八人台 放烧烤炉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露台 也是两房两次的设计里面 是其中最大的露台 Lowrise 同样都有两个颜色 可以供选择 第一个就是 以白色厨柜为主的shin 以及用一个 木颜色设计的sardine 这边就是Lowrise的示范单位 是Plan A 一房加Den 677尺 同样都有一个大露台 有138尺的大露台 一进来 是一个开放式书房的设计 这边就是一个 第二个床 大家看到了 示范单位是用了 Sardine的颜色为一个色系的 一个木纹和木色的一个厨柜 也是两个星的设计 唯一和刚才两房比较不同的是 就是把微波炉收到中处里面 冰箱是用Kitchen A的 这个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呢 这边看出去是一个东南方向 这边也有一个 连一房的单位 都会有一个walk-in closet OK 有一个walk-in closet 同样的 主人房也是一个可以更新的选择 那这边就是洗手间 它做了两边门的设计 也方便一些客人 不用进去你的主人房 才去洗手间 这个是浴缸 如果是一房的话 是浴缸的配套 OK 我们在这里出来看看饭厅 这就是饭厅 如果放在四人桌 六人桌 是足够的空间 那出来就是客厅 你看到他们的设计 是很方正的 客厅出来 同样 也是138尺的大楼台 它和刚才两房有点不同 因为它有一个L形式的设计 L形式设计 那你看一下 如果在自己的露台 打着golf也还可以 可以 OK South Gate City 里面 第一栋高升 叫做 Azua 一共楼高三十层 一梯九房 由最小的一房 到最大的两房加钉单位 一房的单位里面 分别有Plan A和Plan A1 Plan A 一房 室内面积611尺 室外面積的阳台是62尺 所以合共是673尺 方向是向西北的 另外Plan A1是一个一房加钉的单位 室内面積622尺 室外面積67尺 合共是689尺 是一个向东南向着萊花园的单位 Plan B是一个两房两次的单位 室内面積881尺 而有最大的阳台室外面積135尺 所以合共是1016尺 方向是有两个方向 因为它有一个corner 位 向东北和向东南 望出去的景观就是一个萊花园的景观 Plan B1是一个两房两次的单位 一共有874尺 和B的户型是一样 不过方向是一样 是向西南和向西北的 Plan C是一个两房两次的单位 向西北的 872尺 室内面積67尺 合共939尺 向西北看出去是一个 Future Community Center 一个将来会建好的社区中心 Plan D是一个两房加书房的单位 一共有846尺 室内面積62尺 合共908尺 方向是东南方向 所以也是看着萊花园的景观 接着就是整栋里面 两个最大的Future Plan 分别是Plan E和Plan E1 Plan E 两房加书房的单位 室内面积897尺 阳台 119尺 合共面积1016尺 因为它是Cornel 的关系 所以它有两边的采光 分别是向东北和西北的 最后同样都是两房加书房的单位 E1 室内面积909尺 室内面积119尺 合共1028尺 方向是向西南和东南的 现在在我身后面 这个就是South Gate City 整个西方的楼盘60尺 就是这么大 在我指着这个方向 这个位置 将会是Azua的第一期 就是刚才我和大家介绍的第一期 而我面向这个方向 就是Ice Rain和中航 那现在我就实测 我看看由楼盘那里 走到Sky Train 是不是真的 好像Bushua所说的10分钟 我现在先开个计时器 好 现在出发 现在想跟大家讲一讲 现在的楼盘后面是什么来的 你看到有些桶 其实现在是一个牛奶厂 旁边就是Safeway Safeway的一个交易中心 整个楼盘10年前 Latmac已经买下来 你要知道要搞一个这么大的项目 要跟市政府那边 土地改建 规划 画图 是需要多花时间和精力的一件事 这个现在显示 就是三分钟左右 在我眼前这个 就是Sky Train Elementary 小学 大概两分半钟 从楼盘走过来的小学 两分半至三分钟左右 斜对面这个Cedar Creek 都是Lattingham & Collister的一个项目 就是其中一个项目 我们前面这一条大路 就是Grevens Grevens一路向南边走 就是上去Highway 91 就是回Richmond那边 这个Day Care 还有一个Day Care 小学家Day Care 正好在Buzz Loop旁边 这个就是Sky Train Station OK 我现在停中了 OK 停中 13分18秒 这个时间要扣除两样东西 刚才我是有停下过 在一些 几个点 跟大家介绍过 另外 如果自己走的话 是快一点的 但是今天因为要遷就 摄影师那个 因为他拿着一部机很重 所以要遷就 拿着一部机的时间 所以这里我会扣出去 两分钟出来 如果很客观地说 我觉得十一分钟 十二分钟 由Azure Self Gate City 这个项目 走到Edmond的Sky Train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大家看完我的介绍 是不是很想入手的一个单位 在Azure VIP的预览 已经开始了 VIP Sales 也马上开始了 在五月份 记得 Like Subscribe 关注我的频道 有什么喜欢不喜欢 记得在下面留言 我是谁 我们是金牌地产经纪 Aaron Chang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